今天談得到 性格決定命運 大家都這麼講的 好 那性格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所謂的行為 當然也會決定我們的健康 那什麼樣性格的人呢 容易發生什麼樣的病 那我們進來分析一下 好 今天這個測驗很重要 可能會決定你 到底還能活多久 性格決定健康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你今天跟你的好朋友 好朋友 不是泛泛之家 一起出國去旅遊 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旅遊 第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事先做詳細的攻略 會還是不會 會的鐵圈 不會的打叉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萬一途中兩個人發生 不愉快的事情 你會不會說出來 大家都寫完了嗎 都寫完了嗎 我們另外三位意思也要寫 都有 那我們用一個一個來看 好不好 所以其實有四個可能性 四種都有 圈叉 圈叉 你們兩個不一樣 你是一圈 他 我喜歡你 你不做攻略還要跟別人吵架 對啊 那雲妮跟我一樣 對 成功 恭喜你 這兩個叉的是独善其身喔 真的耶 一個人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是怎麼分析的 兩個都圈的 你是ABCD哪一種人格呢 答案是 你是A型人格 你是A型人格 A型人格 不是寫什麼 極精鋒 對 的確 就是做事就是快快快 對 對耶 然後做事很有目標感 沒錯 沒錯 準 太準了 太準了 我的人生目標到現在 我都按照我的行程 太準了 而且沒有你還超越時間 讓我們休息吃飯時間 而且我跟你講 40分鐘 他做太快 他做的節目永遠都可以接小孩 是嗎 對 對不對 剛剛吃飯有多吃菜而已 菜 飯都不吃了 那個節省時間 太誇張了 圈插了有三個 對啊 好 圈後插 我們就要看這個 是哪一種人格類型呢 C型 好 C型人格 有點不太好喔 因為有點強迫性格 有點強迫症 然後呢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容易壓抑 不說出來 對 所以遇到 真的 假醫師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為了成就 成就大家 有點準 有點準 真的 我們是犧牲小我 這種是不是叫 道貌愛然的 什麼意思 不是 你覺得 道貌愛然啊 道貌愛然 這樣 是嗎 我是真的偏壓抑型的啦 偏壓抑 對 壓抑壓抑 那對你也講蠻準的喔 對啊 我就是犧牲小我 讓大家幸福 只先規劃好 對不對 對 然後別人 像如果我是跟朋友的話 我一定就是 我不會跟他講我規劃好 可是呢 他跟我說的 我發現有空間 或是有些什麼樣的出入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個替補方案 然後雙手奉上的 A案 B案都有啦 對 好不好 真的不錯 我是真的純壓抑 像這種分手的啦 或者是生離死別的 這種我都要好慢喔 就我阿嬤跟我爸爸走的時候 他們離開我的時候 我都好久好久才把情緒放出來 當下我都只 壓抑著 壓抑然後處理所有的事情 全部處理完之後 我大概還要再過個半年 我才有辦法就是去釋放 那因為我爸在青年離開的時候 我先生很了解我很壓抑的心情 他那時候就 我當下知道我爸走的當天 我們下去處理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處理完他回到飯店 來 然後他就開了一瓶威士忌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覺得你必須要哭 你再不哭 我覺得你的 你太壓抑了 會壞掉 我說我沒有感覺 我真的沒有感覺 他說沒關係你也不用幹嘛 我在這邊 你不要 你不要怕 我就喝完這種 就開始 一點點眼淚 一點點 沒有那種 但是就一點點眼淚 但又比較舒服 然後他就會常常跟我講說 你壓抑的這種個性不太好 當然 對 因為他壓抑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說 很多事情你不講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又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到十一行人格 是真的還滿準的 對 再來看 第一題選差 不會做攻略 但是發生不愉快 又會講出來的 對 只有一個 只有一位 我們看 是ABCD哪一種人格 答案是 B型人格 好 B型人格就是 A型人格的相反 A型是急進風 B型就是慢郎中 有 準喔 你講話好慢喔 很慢嗎 好吧 然後A型是目標導向 B型就是過程導向 舉例來講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本來是要去酒糞 後來發現說塞車 你就說 那我們就去巴黎也不錯 你目的 目的不是說要去哪裡 而是說享受這個過程 對 所以這樣的人其實 從健康的角度來講 會比較健康一點 我就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 朋友他們就想要去一些宜蘭 或是哪裡的 是 可是都一定每次假日的時候 那邊都會塞車 雪睡的 是是 那我們就往西部走 我們去台中玩 反正大家聚在一起 還是玩 是啊 對啊 然後就大家還是玩得很開心 是不是就忘記宜蘭的 那個塞車的事情 掌聲鼓勵 好懂得稱呼 好樂觀 好樂觀 對 因為其實我們阿美族 阿美族自己本身 像是我們在辦一些喪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 巴格朗 那巴格朗其實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會讓 往生者去到更好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會說是那種 哭哭啼啼的都很傷心 是 會是覺得是充滿的祝福 所以每次大家就是辦完喪事之後 其實大家又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對 然後所以 好像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會覺得 人生好像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難處 難事這樣子 對 然後一直到我自己本身 長大之後 一定會經歷過一些 感情上面的糾葛 就想聽這個 你講快一點 對 這兩個賣郎中 對 這什麼 對 要有頭有尾 不是 可以有頭有尾 速度加快 好 我盡量一下好了 長大瘦 又要衝動 有一次就談了一段 大概四年多的感情 然後最後分手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很傷心難過 然後就打電話給朋友說 今天要陪我出去 我們都一下這樣子 然後朋友就說 好 結果我自己很難過 就先到了酒吧 到酒吧之後 我就先跟把天德就喝啊 吃啊之類的 然後等我朋友他們下班來的時候 就發現說 我已經是很開心的狀態了 他們想說 天啊我後來是借酒交醜的人 然後覺得很難過 所以他們就把我的酒杯就拿走 我想說 好啦我們就先聊你的心事好了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你們才剛到才剛下班 你們要不要先點餐先點酒 我們等一下再慢慢聊這樣 他們說好好好 結果後來點完 現在點完酒的時候 所有的感情事情 感情糾葛全部都忘記了 忘掉了 好棒喔 貝童彤你是兩個差的 是唯一的 好 兩個差的 你是哪一種人格類型呢 就是低型人格 低型人格的人可能很會跟別人相處 但是不善於獨處 對 他會比較不想要 就是有空的時候一個人待著 我大部分時間都還滿負面思考的 尤其是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這個情況越來越會更明顯 因為像之前我們在那個運動會的時候 就要練習 一直不斷的練習 很多很多的新的運動項目 那有一次我跟我的搭檔 然後配兩個教練 我們在練習羽球雙打這樣 兩邊打比賽 然後那個比分其實差滿大的 就大概可能是11比2那種 就是我們這邊很爛這樣 然後我的教練 跟我搭檔的教練就順口問了一下說 現在比分多少 然後對方就說11比2 然後他就說差這麼多 然後我就聽到這句話 我就整個人大崩潰 崩潰了 我就在現場我就大喊說 然後我就當下就瞬間李日線爆掉 然後我就自己躲去 就中斷了這樣 我就自己躲到柱子後面 然後一個人這樣頭頂著牆 然後眼淚一直滴一直滴這樣 就是那個感覺一定是 你再怎麼努力 你都沒有辦法爬起來 你就是最底層的那個爛子這樣 有一個11比2 11比2 怎麼樣 我可以 你知道嗎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是不是 11比2 等一下他要去哪裡吃飯 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是個性 沒有辦法 對 但是每個個性 都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A型人格 A型人格 對 被設計 對 被設計 暴怒了 暴怒了 就是要暴怒了 沒有 我這個自我講真的 我那個時候不是一暴怒 是也是其實很長的時間 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那突然發出來 發出來不是上次在節目有講 我那學校自己都嚇到 有 三天都180下不來 其實我個性真的很溫和 很平衡 對 但是碰到 然後我覺得本來就是我們沒有錯 你還要那個 我就會衝起來 生氣的時候 是 你除了自己生氣 另外有一種人他會 然後特別是很用力 又罵一連串很長 準備要罵一大串的時候 會先 然後開始罵 但是其實你在罵的時候 氣沒有吐出來 你是 所以我們看有的人 他罵到一半臉紅脖子出 那其實很危險 因為這時候你胸腔是很用力的 那種壓力它會傳到心臟 是 他也會傳到這個大動脈 那他傳到心臟的時候 我們血液回不了心臟 所以有可能 腦部會一下缺血 會昏倒 真的有一個就是四十二歲的女生 然後他 因為 因為昏倒 然後被送來急診 那結果他先生就說 他在家跟他老婆吵架 然後他老婆就是一直罵 罵到一陣子突然昏倒了 去幫他做這個電腦斷層 然後發現他的那個大動脈 真的有一點撕裂傷這樣 一點血腫 到撕裂傷了 對還好沒有說整個裂開 變成動脈玻璃這樣子 所以 後來我就是觀察 不過像這種觀察 大概也要 大概持續半年都要追蹤 然後 然後再慢慢調整他的血壓 後來是 索性就康復了這樣 那還有這種A型人格 那平常對自我要求非常高 對 那有點完美表現 那不知不覺 他的這個 壓力荷爾蒙 腎上腺就會長期處於一種 高張的狀態 像我們有一個 就是32歲的男生很年輕 那有一天就送來急診 心肌梗塞 奇怪那男生很年輕 對啊 32歲 然後我們查也沒有什麼糖尿病 也沒有抽菸 膽固醇也還好 為什麼他血管會塞住 心導管一照下去 他三條血管都很細 而且他不是只有塞一點點 他是 就是T卡卡 全部都很多的這個 很狹小的阻塞這樣子 七七曲曲的 原來他是一個Top Sales 然後對自己要求很高 最近又在競爭一個主管缺 所以我們真的給他抽這個 類固醇皮質荷爾蒙 然後還有這個血管的發炎指數 都很高 所以他就是長期的這個壓力 然後長期的這種荷爾蒙高張 造成血管長期發炎 這種長期發炎造成的 這個血管狹窄 比那種膽固醇高的狹窄 還可怕 膽固醇高可能一個點嘛 你就放個支架就結束了 是 相當中全部都狹窄的 這個很難處 支架也沒辦法放 所以後來就匯整我們開刀這樣 所以像這種A型人格 生氣適當發洩 一次罵別人不要罵太長 短一點 中間要記得還氣 印象很深刻是有個女強人 那她跟先生剛結婚的時候 兩個人都是在上班 後來發現說 太太的工作職場 就是升官升得很快 加薪加得很快 後來她就跟先生商量 就說那你在家裡 就是照顧小孩 先生就全職當奶爸 太太就是 事業越做越大 壓力越大 所以經常就是回家來 就會對 罵老公 對 就是用那種主管型的 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老大的數學退步 為什麼老二今天沒有戀情 為什麼老三要怎麼樣 那老公就忍忍忍 老公是低型的 就是老公覺得說 小孩都已經上國中了 老公也想出去上班 那她就跟太太講 老婆在兩人吵架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 她說 你出去上班幹嘛 你賺的沒有我多 這是一個傷人 對 老公就很受傷 後來老公就是 就是跟他大吵一下 後來老婆也覺得自己講錯話 那老婆就說 那我們去做婚姻諮商 我就給老婆一個建議 我說那你以後下班不要直接回家 你去健身房 運動一個小時再回家 後來老公說 這招真的很有效 就是老婆運動回來之後 就覺得說 整個就比較放鬆 個性這樣 就是四個象限 他不是畢業分明 他有時候可能會在 怎麼圈圈 圈插這個範圍的 中間範圍 乃哥也不會衝 一直都罵人 他也會隱忍 所以有時候表現也是圈插 我隱忍很多 我還記得 十幾年前 有一個職業婦女 在急診室 我大概看過她好幾次 她每次來掛急診 主宿是什麼 她說醫生 我東西卡在喉嚨 我們東西卡 通常我問說 你剛剛有沒有吃東西 她說我今天開會很忙 一整天還沒有吃東西 她說沒有吃東西 那就不太像是吃東西卡住 我說你什麼時候 感覺這個喉嚨東西卡住 剛剛沒多久 她說剛剛做什麼 剛下班 所以基本上做一些檢查 她說也還好說 那我說目前看起來 不像是個緊急狀況 你有空就掛一下 長得可門長好了 她就開一些藥 之後先給她回去了 過不久她又來了 同樣說 醫生說我藥之後 感覺又來了 東西又卡在喉嚨 這個也不像衛士奧逆流 大家可能懷疑 它這個可能是情緒的壓力 可是另外就想說 也有可能是頭頸部的腫瘤 朋友有時候也會有這種 好多義務感 東西卡住 然後怎麼辦 就做一個頭頸部的電腦斷層 做完也沒用 所以幾個重大的這種病變 我們都排除掉了 她說醫生這個 我最近常常就會有這種 困擾她 對 那我們就想到一個病 我們叫抑球症 我們講叫喉球症 抑就是抑側的抑 球就是一個球 是 就好像一直有東西 一個球卡在這邊 有一個叫喉球 喉通 所以我應該講說 這可能跟壓力有關 她說壓力不會 我個性很直來直往 我有壓力我去講出來 她說我也不會什麼壓抑 或這種狀況 不過說我們現在 至少這個重大的疾病 都排除掉了 要不然我說 你就先吃點這個 稍微讓你減緩壓力 甚至我們叫這個 輕度症性劑 吃都可以 不過她就那段時間 看了好幾次 每次來主廚都一樣 後來我們也不太擔心 是因為 因為我們重大疾病 都排除了 都排除掉了 那我為什麼會講這個呢 就在去年 去年我個人 也開始有這種症狀 動不動就有喉童義務感 我還去有一次 在開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決策會議 那個決策會議 大家去年又有疫情 然後碰到醫院的 重大決策事情 大家就爭辯得很厲害 就各位主管 那邊爭辯 各持己見 堅持不讓別人 所以也不是吵 就是這開會開到 我就有點心服氣躁 就開會開到一半 我就真的會有感覺說 東西被卡住了 怎麼卡住了 好像那個食道 這個蠕動是逆流上來 就你會感覺這個食道蠕動 從下面就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頂到喉嚨之後就卡住了 然後就很不舒服 可是我想說 年紀也可能怕心血管疾病 開會我想說 我不要人 我就跑去掛急診 掛急診先做心電圖 又含什麼硝酸甘油 然後做完什麼抽血槳 都正常 都正常 結果後來醫生說 也還好嘛 就回去 隔天我還去跑運用心電圖 結果什麼都做了 內視鏡也做了 是有一點點的 胃食道逆流 可是那個感覺就覺得很嚴重很嚴重 後來後來想想說 大概也是那個壓力有關係 你自己沒有這種 親身感受的時候 你就會講覺得 壓力太大 神經質啊 什麼太緊張什麼 你自己感受真的會怕 真的會怕 那感覺真的好像心臟 從來沒有過的 突然來的時候會擔心 對 A型人格來平反 A型 好 當然要 我先講 可能A型人格就比較急 年輕的時候真的底線很多 我乃哥一定知道 底線很多很容易 踩到就爆一下爆一下 可是隨著年齡慢慢增長 我們底線會慢慢退 就退到海邊 然後掉下去 真的 已經快淹死了 所以 像我個人的底線就只有 危害到病人福祉的這件事情 我可能真的會很生氣 那天晚上 其實就是我病人 有一些出血的情況 來了很緊急 那通常出血就是 我們負責病人 護長去幫我們聯絡開刀房 跟聯絡病房 病人進來之後就要送 可是那天晚上我們的護長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看到我們的這種通年紀錄 他都沒有出手 然後都變成到時候 我跟麻痴可以是兩個人 很忙碌的把這些事情都搞定了 後來我問他說 因為他可能在臨床上 當主管久了 臨床上他生疏了 生疏了你可以找人幫忙 他有一點阿姨面子都不做 可是我說那不一樣 因為那是一個病人緊急的狀況 你沒有出來及時處理 病人是會有危險的 所以第二天我就是很久 沒有這樣大飛的一天 我就差點翻了桌 我就跟他說 然後拍了桌之後 沒有很久 因為就要去開刀了 我就帶著那個怒氣進來開刀房 然後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以外科醫師來講 沒有好好開一場刀不能解決的 因為你開刀很專注 你那程序就會轉移 可是我那天一上刀台之後 我就覺得開始耳瓶 然後就覺得頭有點重 然後我開始覺得有點昏 然後我就跟我的麻痴科同事說 我覺得不太舒服 他就說我整個人 臉色常擺在冒冷汗 然後下來之後病人躺恢復室 我也躺一床 替我量血壓180劑 真的 然後他就先給我吃了一顆 急性的那個降血壓藥 吃了一顆之後沒有用 還是180劑 吃了第二顆吃了第三顆 才降到160劑 所以從那一天之後 我就覺得 我可能要更注意血壓 要平穩地吃藥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的改變 是本來我的那個辦公室上面 都會放當期的一些paper 我們會看 現在他會疊著金剛筋 金筋 那也是他的名言 但是 有哪種說法 人家說個性值得 容易把情緒發出來的 其實更常數 因為他不會悶在心裡 不會壓抑 你壓抑 壓抑 你久了就會有心病 對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我不是在為我自己說 理屬當義 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哪些 B型人格 太樂觀 飲食常常難克制 好準喔 對啊 你真的瘦多少吧 從一開始到現在 大概瘦40公斤左右 對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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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好胖喔 40真的 可能那時候也不知道 那是爆食 就覺得也是正常吃 我可能就外帶炸雞餐的那種 然後就可以一個人 就這樣子吃個 這樣外帶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看劇這樣 一桶就這樣吃完了 對 就一整桶 好強喔 就是好像9到12隻的那種 很好吃耶 很強耶 很好吃 你們不懂喔 人生喔 那你幹嘛瘦下來 因為人生還是要有 要不然我之前還有跟朋友出去吃那種熱炒店 然後我是一個 從以前我就愛吃米飯 可是那家炒飯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好吃那一天 然後我就一直狂吃狂吃狂吃 然後叫了一份之後 又來 我就說我還要再吃炒飯 然後朋友已經阻止我說 好了 盧雪瑞 我們還有點其他的菜 你不要再吃了 我說這個炒飯真的很好吃 後來總共這樣吃一吃 我吃了12碗炒飯 一個人我可以吃掉 36盎司的牛排 對 然後以前不是有很流行 那個大份牛排 15碗 對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帶我去 他說那我們就兩個人吃一份這樣子 結果他一上來的時候 他就超過那個鐵板 超過鐵板的時候就覺得 這看起來太好吃了 我就跟朋友講說 那個不好意思 你要不要再點一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可以把這一份吃完 然後我朋友說怎麼可能 我就說你就點一個小的 如果我吃不完的話 你就點一個大概8盎司 你再切一點給他 對 我再切一點給他 結果他很開心這樣吃吃吃吃 36盎司就吃完了 很強耶 然後吃完之後 我們還去跑去旁邊的夜市 還照樣去吃 又吃啊 還是要吃 因為旁邊還是有一些 控肉飯很好吃的 你 這是能吃 我們真的不敢想像 我有朋友 他說我們兩對夫妻 我們去看我兒子 然後在芝加哥牛排 全世界最好吃的 你知道嗎 每天他幫我們安排了 每一餐每一餐 然後我跟你講他們每一餐 我跟你講真的是36盎司這樣吃耶 早上起來吃那個 那Burger都很棒嘛 對 然後中午晚上都是牛排大餐 所以我跟你講說 能吃我真的不敢想像 怎麼都塞進胃裡面 你知道有時候 然後朋友就到去一些高級的餐飲 然後吃吃吃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吃前菜的時候 開始想說 好飽好飽 我跟你講說 開始飽了 哪裡 什麼時候 你們剛剛是吃了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喝了 不會開始飽了 然後主餐就一點點這樣 就這樣吃吃吃 然後說 真的耶 這個套餐吃下來真的超飽的 好吃會票價 我想說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還沒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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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型人格曼郎中過程取向 吃貨超可愛這樣 真的很可愛 我們身邊也會有認識這種 就是過程取向很樂觀 然後他只要有壓力吃的東西 就能紓壓 然後總是看起來吃東西 又很好吃 我們真的認識一個 四十幾歲的男性主管 然後他就是一個 像這樣典型的B型人格 然後在170公分 然後120公斤 天啊 他真的有點太胖了 所以身旁的朋友們 大家都很擔心他想 心血管疾病都很多 他就說不 我是個快樂的胖子 所以他吃東西 還是很快樂 你還是看他吃 就有一陣子 他膝蓋不是很好 因為過世幾歲了 然後他也開始覺得有點喘 身體有負擔了 那我們 他完全都沒有考慮過 什麼胖胖刀 所謂手術 因為那個會影響食慾 沒有 那我們就勸他說 不然你試試看 打那個排糖針 跟現在那減肥針 對 現在流行 頂多不好 你就停下來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好說來說 他終於開始打了 打了一陣子之後 你真的有看到效果 因為食慾就開始被壓抑了 然後吃的東西就少了 可是他脾氣開始變不好 因為他就覺得 好像吃東西沒有被滿足到 然後我們就開始覺得 他這個人 變得比較易怒 比較陰鬱這樣子 可是的確就有瘦下來 然後大家想說 好 往好的方向想 結果有一天 他就突然跟我們說 我決定我再也不打了 我們他說為什麼 他說他覺得太痛苦 我人生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吃美食 他這種壓抑 這種食慾 他覺得再也不能過下去 他就決定把那個排糖針 就停掉 然後就丟掉 從此再也不想這件事情 他體重就 很快就回來了這樣 但你還是又看到 他那個很愛吃的樣子回來 你就覺得 左手右手都是愛 到底我要他健康 還是希望他繼續沈淪呢 就覺得非常困難 但是還是希望 大家能夠求得有一個平衡 這個中醫師講的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也是打排糖針 有一個久久沒看過 你是不是瘦到 大概有20公斤 我們問他為什麼瘦 他說 因為他已經有一點糖尿病了 所以就要順便打排糖針 又打得瘦了 但我告訴你 愛吃就是愛吃 再隔一陣子 又一趟回來 你也不要開心太早 我已經維持很久了 維持很久了 對 我現在已經 肝扁成這樣子 已經一年兩年了 那他是很胖 可以分歧很好 以前我也是屬於這種人 以前大家就說 盧秀瑞你這樣胖真的是 不成人形耶 我說沒關係 我說現在很多的節目 都是這樣子帶頭而已 我的臉很好看 對 但是發現越長越大 越長越大 臉開始也是變兩倍三倍 我就覺得 你以為多胖身子 臉不會變大的對不對 我以為我的臉還是很精緻 不過有一些人 就像正常的人 他沒辦法吃那麼多 所以你叫他飲食控制 他相對做得到 什麼炸雞什麼的 他還可以控制一下 可是有一些東西 他不知不覺 你本來就吃不太飽 像飽米花 這很可怕 像一杯中杯的中爆 其實他的 特別是甜的那一種 是 他的飽和脂肪酸 超過乃哥剛剛講的 一份牛排大餐 再加一個漢堡餐 真的 真的 這麼可怕 像我們有一個 我有一個病人 他本來三酸甘油脂 控制得不錯 TG都大概一百多這樣子 他就是有心瘦身 可是有一陣子他跑來說 楊醫師我現在頭很暈 我們一抽 他又飆到六百 我以為你最近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電影咖 最近阿湯哥 獨行俠的咖 好多電影好看 他去試刷 他每刷一次 他都要一杯大爆 所以呢 他連續爆兩個禮拜之後 身體也爆了 對… 剛剛有直接爆了 他就覺得 他吃藥要降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安排他去 像館長那樣 就是做那個血液 血液進化 把他洗下來這樣 所以爆米花這個要小心一點 這樣子喔 對… 爆米花給大家一個警告 對… 不是這樣比起來吃牛排 好像真的比較好 還吃冷飽 好像 還有蛋白質 罵了 你看比較飲料 好 來 我們來看 C型人格 常迎人 內傷容易找上門 C型人格的發現是比較晚 而且大家知道 它這個C代表哪一個英文字母嗎 就是 癌症癌症 我也是癌症癌症癌症 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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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好聽是委屈求全 但是她的委屈經常求不了全 是 那我在臨床上看到諮商比較多的 就是所謂老公外遇的那個大老婆 曾經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他們夫妻年輕的時候 要結婚其實女方的家庭是反對的 因為女方家庭比較好一點 背景比較好 那可是女方還是毅然決然就嫁給這個先生 那先生後來也蠻爭氣的 就是說 事業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但是 你知道男人有錢之後就會變壞 那太太因為年輕的時候 要嫁這個先生家裡反對 所以太太也都不敢跟娘家講 然後再加上說小孩也小 所以就是這個大老婆就一直隱忍 那隱忍到有一次她去做那個定期的健康檢查 發現說乳房有硬塊 然後就是乳癌 對 但是還好是算蠻初期的 所以照理講應該就是 育後會很好 就不太會復發 可是這個太太是一直復發一直復發 後來她的那個醫生就說 她的性格太過壓抑 就轉介到這邊來 是 對 後來呢 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跟先生講說 你這幾年受的委屈啊 後來她說她 我講不出來 我說那你用寫的 你開始寫日記 然後就不要拿給先生看 先拿給我看 她寫了幾篇之後呢 她就決定就是鼓起勇氣 要拿給先生看 我說好 那你下次就把先生一起約過來 就做夫妻諮商 後來那個先生看到那篇日記 太太日記之後 天生其實也蠻內疚的 因為她不知道說太太壓力那麼大 她覺得她雖然在外面玩 可是都不會放棄這個家庭 她以為太太過了這一關 但沒想到太太其實都是 一直壓抑自己的情緒 後來就說 那太太其實你也可以就是說 趁現在就是跟先生講 你這幾年過得不好 你的委屈等等 沒想到這個太太 一開始就說 就停不下來 就變成 後來先生跟我講說 太太就一直抱怨 然後一直抱怨 對 不過也蠻好的 就是說先生也經過這些事件 就知道說其實她 改變了 對 傷太太傷得很深 就開始就是真的回歸家庭了 就沒有在外面免花惹草 其實性格是可以 某個程度是可以改變的 一定可以的 但是還要因人 不管夫妻關係 或家庭的親情關係各方面 還是要有旁人 或一定要人的因素 在中間撮合 去幫忙 當一個橋樑 對不對 要給私情人格一個那個管道 像我後來就 而且我覺得私情人格很需要自覺性 因為我們常會把自己擺得很低 你就不會去感覺自己的狀態 像我後來有發現 我只要壓抑很久 我人就會長得很醜 真的 我有一陣子長得很醜 臉暴動 然後整個狀態都很不好 就情緒不好心情不好 對 你知道我那時候 靈異能力也變差 因為交了一段不好的男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忍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我面前 他以為我沒看到 但我看到他跟我好朋友 兩個人就這樣親一下 就是我轉過來 然後我看到 可是我裝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很好的朋友 你忍下去了 我就忍 我還一直跟他在一起了一年半 一年半 對 那時候我們剛才在一起三個月 可是我就一直忍忍忍忍到後面 可是你知道他跟我一分手之後 我本來一開始很難過的 但後來我突然又覺得 好像有種解脫的感覺 然後我後來跟他分手之後 我變多漂亮 對 你誤會了 是因為你現在這個男的很棒 我也很棒 但我必須得要說 真的押韻性人格 真的有些時候是不自覺的 是 你說我們自己做發現 那我們就不會得憂鬱症 就不會有躁鬱症 是啊 那我其實是真的 乃哥跟他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 但是其實還好是我先生 在旁邊 就常常會看著我 然後再加上說我 我自己的信仰 也讓我開始變得比較會願意 講出來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年輕 雙十年華的時候 其實滿叛逆的 所以我一結完婚之後 四年內生了三個小孩 真的耶 你這個厲害 佩服 對 大家都會想說 怎麼可能 小孩在生小孩 是 對 你這樣 但我那時候其實沒有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什麼事 後來開始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我就 你知道生小孩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沒有東西是可以學習的 每個小孩 每個生物出來 他沒有遙控器 他沒有說明書 那你可以參考 可是每個小孩的個性又不同 對 沒錯 然後再加上說 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然後再加上我又壓抑 我就開始 產後憂鬱非常嚴重 我產後憂鬱是 我看到一片葉子掉下來 我都會哭 會哭耶 你淋黛玉 我是真的嚇到 而且我是 後來你知道 我是被誰發現 我有產後憂鬱嗎 而且是被判斷 是真的要追蹤的 是我的醫生 那我醫生他只問我一句話說 生完你還好嗎 我很好啊 他說那你的小孩呢 很乖啊 那你有沒有 你現在開心嗎 還是不開心 我就很好啊 然後他就完蛋完蛋 這重度有意思 重度有意思 因為每個生完小孩的媽媽都會 醫生我真的不行 他就會開始一直抱怨 這個是生理正常 這才叫正常 我都沒有耶 我就是都 我很好啊 我很OK 然後我 他才跟我先生講說 你老婆是不是比較會壓抑啊 在那一胎之後 醫生就說 那你要注意喔 因為他有產後憂鬱 如果你以後會再生小孩的話 你要特別留意 我產後憂鬱的第二 他是死上最嚴重 我是嚴重到 然後我抱著他哭 我哭他也哭 然後我看著樹葉掉下來 我也哭 我看著夕陽我也哭 然後那時候我老公又在外面 又是在 上班 對 又高階主管 一直開會 對 我就真的動不了 然後我先生就說 然後我先生就說 我覺得你看起來不太對勁耶 我回來家裡是那種狂 人家是生完是胖歪的 也是狂鬱 我在整個 在那個狀態是整個 就是枯萎的感覺 對 蕭翠 真的蕭翠 然後生完第二胎 然後到生到第三胎之後 可能也就生多 也就習慣了 你知道嗎 越生 越happy啦 越生就越... 就是... 他哭沒有 他肚子餓啦 然後他哭 他現在一定是長腳痛 沒關係 過個十五分鐘再痛我們再說 就類似這種 然後我先生也開始跟我講說 你不要心情不好 他就會請 比如說乃哥在我們家附近 跟我家小孩很好 他又愛小孩 來... 乃哥你幫我帶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帶我老婆去吃個飯 或待我去看個電影 或是請我媽媽 或我姑姑過來 帶一下下 然後讓我們兩天一夜 到去紓壓啦 對 我生完喔 拋棄小孩 我生完兩個多月吧 生老二的時候 我嚴重到 康哥說 頭中康先生 他說不行 黃小孩再這樣子 真的不行 他說... 帶我們大家去香港 去讓他整個開心一下 你這樣才會讓他解壓 好啦 回來就第三拍了 好緊張 真的... 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壓抑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公司老闆 自己是一個公司老闆 他就是那個生活非常非常規律 不淹不久 定期運動 早上起來跑步 一跑就要跑十 跑滿十公里 他那個跑步 其實不是在享受跑步 他就是我就是要生活規律 我就是每天都要運動 所以每天一定要跑滿十公里 是... 所以那個十公里對他來講 是一個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然後他在公司裡面 一旦有壓力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這個當老闆呢 不能動不動就罵人 他的壓力怎麼要辦 去參加鐵人 跑步騎車游泳 又把那個強度再拉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可以紓壓 他有一次聽電話 不是沒有 他就開始一邊耳鳴 他就換這一邊 換這邊 這邊聽就很小時候換這一邊 一直到有一天 耳鳴好了 沒有不再叫了 回到這個自己習慣 就回到這邊發現 電話 聽不到了 就聽不到了 他那個時候才會發現 哇 這個就有點嚴重 就馬上去看醫生 看醫生說醫生做一些檢查之後 就說這個就是 這個疾訓癌 結果後來因為他時間拖得比較久 後來醫生做那檢查之後 發現也查不出什麼原因 就認為就是壓力 原因一起的有問題 因為他時間拖得比較久 用內骨唇用什麼方法 就治療的效果就很不好 比較不好 那當然後來就長期追蹤治療之後 當然有恢復一些 是 恢復一些之後 其實兩邊的聽力就很明顯的差異 所以其實這種免疫力跟長期壓力 還是有關係 是的 大家其實都已經有那個概念知道說 可能有產後猶豫這個東西 但自己憂鬱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表現都不一樣 而且我們今天講那ABCD人格 大家反應都不同 像我那時候反應 當然就跟你完全不一樣 我那時候就 就長後猶豫之後 隨時都是一打火 然後有一個 你確定是猶豫 猶豫 真的 我跟你說 我先講完 就我老公那天 我老公是不是也很 他就是個很溫的人 他就突然開了那個照片 跟我說 反正就有一個很漂亮的模特兒 叫Kimberly 他就說 你看真的不科學 他那麼瘦 臉那麼小 胸部那麼大 這樣 然後我聽他就說 現在是要講我胸部垂是不是 那個沒有講過 他馬上就 就馬上就掉進那個憂鬱裡面 我說那我就去熔辱 然後就開始吵架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格 他表現的都不同 但是我們聊了以後 真的大家都會用不同的方式 去經歷這個過程 那婦產科醫學會 其實一直都有叮嚀大家 尤其我們這種臨床科醫生 因為真的有產後憂鬱的媽咪 他不見得會跑去精神科 他會在各種不同的科裡面游走 然後有那種病痛的表現 他來 你看他的神態 看他對痛的敘述 然後就要關心他 所以真的像你剛剛說那種 我什麼都很好的那種 那種是特別要讓我們坐下來 多花點時間跟他聊的 因為真的不好 第一型人格 好 第一型人格 好 憂傷 常沉溺 悲傷快感 悲傷快感 仔細回想了一下 就是我發現我什麼都很容易哭 這個狀態不是發生在產後 我年輕少女的時候 就常常是這個狀態了 就是我坐公車的時候 看著窗外我就會一邊掛淚一邊哭 然後站在7-7前面 站在冰櫃前面 然後我說 我不知道喝什麼飲料 然後我就哭 然後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是會 好 我說幹嘛選擇 他需要你這個朋友 我需要你 因為到現在我老公還是會 常常抓不到我哭的點 他就覺得跟我相處 有時候會有一點壓力 因為他很怕他講錯話讓我哭 因為像有一次我就是洗澡出來 然後我就敷著面膜這樣 然後這樣走出來 然後我老公看到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好開心喔 你是不是覺得我最近瘦身有成 你是不是在稱讚我身材很好 然後我說 不是 是你臉上有紙 所以你是指騙人 我說 所以 你覺得我很胖嗎 你是不是覺得我身材不胖 為什麼 就是 我很容易把他人的一個小小 無心的話放大 然後讓我自己成立在一個 很悲傷的狀態裡面 是喔 所以反而我覺得 我知道我這樣的行為 會給身邊的人造成一點壓力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克制 真的 現在有沒有好一點呢 你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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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從現在開始都不看你這裡 D型人格的發現 也是更晚期的事情 那這個D其實就是 那個憂鬱症 Depression的那個D 所以這種人格特質就是 更容易得到憂鬱症之外 還有焦慮症 那甚至還有那個PTSD 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那曾經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男生 那他是結婚了之後 然後去美國公司上班 然後把老婆帶去 後來呢 那個公司又說 現在台灣有一個更高的位置 你要不要回來接 那個男生就說好 那可是太太說 可是我在這邊讀語言班 我可不可以念完再回台灣 那先生就說可以 有個人沒想到 太太在那邊讀語言班的時候 因為太太不會煮飯 然後每天就固定去一個餐廳吃飯 沒想到就跟那個餐廳的廚師 就好上了 而且那餐廳廚師是女的 他們等於是女女戀這樣子 對 後來就是這個男生 先生發現了之後 當然就不能接受 可是那太太後來變前妻就說 我真的發現的時候 我是喜歡女生的 所以兩個人就沒辦法 就只好離婚 這個男生走不出來 他回到台灣之後 就一直覺得他的心會痛 可能醫學上有一個叫做 就是心碎症候群 然後就看看 看了之後這個醫生覺得 他的這種痛 應該是心陰性的 就個性引起的 因為這件事情 到後來就已經經過十年了 他手機保護程式還是 他跟他前妻的婚紗照 然後所有的人要幫他介紹 朋友對象他都拒絕 對 他也不是說討厭女生 但他就覺得說 他不要再去嘗試另外一段 感情了 他寧願就是去回憶 他們剛結婚的時候的那個美好 我要哭了 沒有 他就一直講到那個 他說他病人心痛這個 我也有心痛很實在的 所以也是跟男朋友分手 然後我就半夜在家裡 躺在家裡的地板上 一直垂地板 說我真的心好痛 是真的我覺得 我要去掛急診 就是他就是一個小偷 就是被捏緊 心臟被捏緊的那種感覺 就是喘不過氣來 對 然後就是覺得 天哪 原來這就是失戀的感覺 我希望他不會死掉了這樣 真的啊 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瓊鴨耶 對… 而且那個我姿勢是趴在地上 這樣子垂地板 我真的心痛痛這樣 傷無人 天地盒 才敢與清協 這是重要 全部要拍新戲 我會推薦你 好不好 對啊 那像這種低型人格 他平常就比較憂鬱 那他有一種就是心理學上 叫自證欲言 他會一直 一直反覆一樣的事情 然後他出現一個白馬王子 特別妹妹 出現一個白馬王子 他會以為 那是他的心的伏幕這樣扒著 然後當那個幻想破滅的時候 他又會是一個重疾 像我們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妹妹 他早上來門診的時候說 我心臟好痛 我胸口好痛 他會想說是妹妹 可能就 我們也不好意思做太多檢查 開臉藥都讓他回家了 結果晚上說急診說 有一個人 有一個年輕妹妹胸部很痛 然後我們真的去看 怎麼又找上那個妹妹這樣子 結果真的給他照心導管 心導管發現血管是好的 可是那個心臟就是 扭成很緊的樣子 那他是有一點變形的 所以他正式在這個日本 剛發現的時候 叫做這種 一般心臟有點像 像芒果這樣 他就這樣扭曲 那在心臟扭得很緊的時候 其實心臟血液是進不了 自己心臟肌肉裡面的 所以他表現真的是一個 心臟缺氧 嚴重的心腳痛這樣 那這種就沒有辦法 就讓他自己好轉這樣 原來就是這個妹妹他 他其實已經失戀好幾次了 然後這一次他又一個 又一個男朋友他又甩了他 然後發現也是跟那個 很像是他跟他好朋友在一起 就甩了他這樣子 所以又扭一次 他這一次他就受不了了 雙雙背叛那是受不了 就是一個大發作這樣 文家說人這個心理影響身體 真的是這樣子 我覺得整個情緒 會影響到我們健康的人 你是一個非常注意身體健康的人 是 有什麼疾病呢 有什麼問題 就會趕快去找醫生 是的 但是有一科 好像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哪一科 就是身心科 近年來民眾對身心科 越來越...需求越來越多 對 但以前醫師常常被問的是 去那裡看是不是 心裡有疾病還是瘦的 對啊 憂鬱症 恐慌症 對 這種現在社會病很多 很多 精神科醫師看 我看診當中 也會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對不對 是 像我們診所年紀最小的個案 11個月 對 他想說11個月有什麼樣的精神 或是說 他還不會講話 是 然後是他的爸爸帶他過來的 理由是說 因為孩子的媽 覺得情緒不穩定 他要我去評估說 孩子是否受到來自媽媽的情緒壓制 會遺傳這樣 是 這樣有辦法判斷嗎 也不是遺傳是不怕孩子 說實在話 11歲真的連講話都不太容易 但是我還是醫師 我的職責是什麼 先看孩子的發展 到底有沒有符合常規 萬一如果說有遲緩的話 日後至少也是可以轉接做早療 對孩子也是有幫助 那當時 我想這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家長同意之下 把孩子的上衣給脫了 然後發現上面沒有任何的外傷跟瘀青 我也把它記錄下來了 但是幾個月後 孩子的媽來了 他要求要 整本的病例 因為孩子的爸爸要告他 對孩子 是 這時候突然就很清醒 還好上面寫的 無險諸外傷或者瘀血 他可能是要爭那個小孩 撫養權嗎 這我就不好過問了 因為其實 對 但是我想說 因為爸爸跟媽媽 都是孩子的把病帶人 所以其實病例 在孩子還沒有成年之前 是有權利可以處置的 也不能夠說 其中一方說不行 然後就給另外 沒有這回事 兩個權利都是一樣的 反正之後到現在好幾年了 也沒有後續的狀況 但是真的在評估上面 一定要確實小心的 把所有的病例都記錄好 也許是日後的重要參考 其實在我們精神科 所預見的個案有很多類 像我有一次碰到有個個案 一個二十出頭的大二女生 他來主述 他認為他自己 自我評估性成語 因為他從高中開始 他每兩天就會換一個性伴侶 然後這個狀況 一開始他覺得很新鮮刺激 後來還會發現說 自己還得過性病 那就覺得這個招呼器 已經變成他生活上 一個困擾 但是那個念頭 那個想跟人家做愛的念頭 六一隻常常會出來這種情形 那他來就診 那我們幫他評估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所謂的實色性也 性是本來有應該有的頻率 但是像這種兩天一次 而且是履患性伴侶的 這個其實在他的心性發展史 產生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這一方面 來跟他做一個探討 就發現到說他自己 其實就是早期很小的時候 父母親離異 然後那個阿公阿嬤帶 但阿公阿嬤也還年輕都在上班 所以他換句話說 他小時候都是四處 今天丟給這個鄰居照顧 明天丟給那個鄰居照顧 所以我們有一個 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叫做 他發展得很不好 他發展得很不安全感 然後也不曉得今天會跟誰在一起 明天會不會跟 今天可能要跟喜歡的瓜哥在一起 明天又換一個人了 那這種狀況會讓他 會覺得很困擾會很害怕 所以他長大以後他想辦法 一定要去用黏住人的方式 去黏住那個關係 那女人呢 你去黏住人的關係呢 他認為就是信 所以他這個東西呢 他跟這個男朋友發生性關係之後 他又覺得不新鮮了 他又要找下一個 所以我們也就是在這個 故事層裡面呢 真的從心性發展史去了解 讓他了解這個整個來龍去脈 讓他知道性變成是他 去想要發展依附關係的模式 但是不一定要靠這個模式 他可以做其他的方式 他可以去參加一些社團的活動 然後生活上面他怎麼樣 跟人家有適當的應對進退 有自己好的姊妹濤 等等的方式來改善 他這個性成癮的情況 才獲得緩解解 我這邊有一個更罕見的案例 他是一位50多歲的大哥 然後他參選民意代表 然後他覺得聖券在握 所以就把所有的身家財產 甚至跟親友去借錢 全部都投進去了 結果開票之後 插了幾百票 他整個大崩潰 就申請驗票 結果驗票之後 結果還是插了幾百票 沒有翻盤 所以結果一公佈那一瞬間 他人不見了 結果後來過了一年多 有認識他的親友跟家人說 好像在 一個宮廟 一個宮廟的廟宮 長得很像他 家人結果坐火車下去看 遠遠的看 還不敢過去認 覺得好像 可是又不像 那最後看到有個牙齒 一個香的金牙 這種不可能錯了吧 對不對 不可能長得很像 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本人 對對對 然後就去相認 結果他對方就是很茫然 大哥就很茫然的表情 我說我是誰誰誰啊 我是抹甲 你有沒有什麼 我說我是抹椅 但是很好玩 他還是願意讓家人帶回去 他不當廟宮 就直接跟人家走了 對 然後就可能潛意識 他也隱隱約知道 那就到醫院做詳細的檢查 我就那時候認識這位大哥 那這個叫做 因為聽起來好像發生 發生意外車禍之後 對 更戲劇化 所以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說 到底會不會好 對 到底會不會好 我們電視劇會這樣子演嗎 給他看照片 給他去 給他去被回憶的地方 一本想還會頭痛 都會 對 他真的有頭痛嗎 沒有 我想知道我們演的 是不是真的 那後來他也 都不用做這些 其實都不用做這些 但是有不能做的 就你不能質疑他 說你是不是在逃避 你就是假的 你就是有心結 你一質疑他就會延長 因為他人都是有 有這個自尊心 他會更多 對不對 他會變得更慢好 所以就我們就會用一個 用一些類似 善意的謊言 比如說感覺起來 這個天腦斷石好像 腦部有一些些 神經有點衰弱 我們吃一些補腦的藥 慢慢應該會恢復 再加上一些心理的輔導 慢慢慢慢就好了 就是之前其實我遇到一些 比較奇怪的個案 就是在夜班直急診的時候 凌晨三點 那就是有一個 年輕男性帶他女朋友進來 然後他女朋友大概二十 應該是二十三二四歲吧 一進來就說 醫師姐姐你好 就是一個二十三二十四歲的女生 然後用娃娃音的聲音 跟我說醫師姐姐 然後他說 是椅子我要坐坐 就是有一些就是你會覺得 怎麼了嗎 他男朋友說 他們剛剛在吵架 然後吵完架之後 他女朋友就突然就是用 一直用疊字的聲音 然後用一些比較同言 同語言的聲音 去跟他對話這樣 平常他講話不是這樣 平常不是 他平常就是一個正常的上班族 然後也就是非常有理性 然後工作表現都很好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跟他這次大吵之後 然後他就突然變成這樣子 然後想說 是被那個嗎 就是找母還是什麼 要去驅魔之類 後來是人家跟他說 你不要先帶來急診看 精神科急診看一下 所以才帶來看 然後後來 原來問了病史之後才發現說 他小時候 這個女生小時候 常被他爸爸就是 所以當然就是如果他用一些 比較撒嬌就是 比較退化的狀況 去跟他對他爸爸的時候 他爸爸就可能那家暴的力道會小一點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他遇到了困難之後 就是他的自我保護基準就會出現 他不想面對 或是不想去處理 或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 他就會退化到一個小女孩的狀態 他會覺得這樣子會比較 就是可能大人比較不會苛責他 可能比較不用負這個責任 遇事情他就會變成小女孩 所以他那個狀況是 他會自己沒辦法控制 對 他會有沒辦法控制 有點像我們所謂的結離 另外一個人格出來保護他自己 可是這樣其實藥物 其實治療效果沒有大很好 其實端王都要 而且是要非常長期的心理治療 那個吃藥能好 應該就不會二十四 對 其實那個還沒有到完整的 解離性人格 它其實只是有解離的症狀出來而已 就是會有一個 等於算是說有一些特定的行為 但是那還沒有取代原本的人格 所以我覺得還距離解離 解離性人格障礙還很早 那真的解離性人格障礙真的很麻煩 而且其實藥物跟心理治療 可能都很難避免 想必今天四位也是有這個經驗 是不是 是 醫師 你才躁鬱症 你們全家都躁鬱症 一下 你怎麼這樣說 是嗎 發生什麼事 我要先說我本身沒有躁鬱症 我自前兩三年的時候 我有一些身體上的就是改變 譬如說我可能很容易頭痛 然後是吃止痛藥都沒有用 對 然後或者是胃痛 然後也是吃胃藥沒有用 而且它會悶痛 然後很久 然後再來我就開始又有 什麼慢性循麻疹啊 然後汗泡疹啊等等 那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可以感覺到 是我就是壓力很大 那時候正好我有就是 開餐廳然後剛開始 那朋友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其實應該是壓力過大 他們就會建議我說 應該要去看一下身心科 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我已經到底要看身心科的時候了嗎 經過大家有推薦 有一個家口碑很好的 那醫生他就是看 聽了我講了我的症狀等等 還有我的睡眠品質這些問題 他就說我是那個正交感神經 跟副交感神經沒辦法平衡 然後是自律神經失調 那而且我有很多的反應 就像我剛剛講的什麼頭痛啊 皮膚的這些問題 對 他說也都屬於是 自律神經失調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就開藥給我 那完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有比較改善 那但是因為是在板橋 那我就是住的跟工作的地方 其實都在台北市 尤其一開始回去的時候 就是他要每個禮拜 要確認你用藥的狀況 我覺得拿藥很不方便 那我就再請問朋友說 有沒有他們推薦的身心科 然後再去看 所以我中間其實看過了很多個 就是身心科醫生 那換到有一個呢 就是也是朋友介紹的 我就去了 去的時候呢 他其實蠻妙的 他是我少數遇到 不太聽我說話的醫生 他可能會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 然後問我 他想問的問題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說 這個要怎麼說我房間 就是房間亂不亂 因為那時候我拍完 然後衣服搬回家 我沒有熟 就是一堆鞋子跟一堆衣服 其實我蠻亂的 有點亂 遭遇症 有遭遇症 我說我遭遇症 可是我之前看了 他們都說我是自癒神經失調 你有沒有刺青 我沒有刺青 但我有想過 他就說 那你遭遇症啊 為什麼刺青是遭遇症 我身邊有一堆人都去刺青耶 他說刺青是一種自殘的行為 他說所以你遭遇症 然後他就說 你會不會就是 有時候就覺得很想要 怒吼 然後就是你很想要就是大叫 我想大家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這種狀況吧 我說會啊 我說就是 你有時候就覺得 譬如說餐廳訂餐 客人經常放尿 你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來呢 他想在心裡面怒吼 他就說 你遭遇症啊 越看越遭遇 你遭遇症的醫生 對 這是我就是遇過的 就最誇張 後來他開給我的藥 其實我不敢吃 雖然有一些藥 是跟我之前拿過的藥 重疊的 重疊的 然後但我沒有辦法 我就趕快再回去其他的醫生 我跟他講說 我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把我以前可能吃的藥 然後他再補給我 然後那些藥就是我不吃這樣 精神科跟其他科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給病人診斷還是治療 靠的是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靈魂與靈魂的接觸 以人治人 那個時代說就是醫師權威 然後醫癒定生死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以你可以多做功課 然後在實地上相信你的直覺 我沒有遭遇症 然後要不斷地嘗試 因為現在就醫相當方便 然後醫療資源 尤其身心科資源相當的豐富 然後就近為原則 然後如果找一家 你覺得這個不對盤不對勁的話 你就再 像孟姆三千一樣 繼續嘗試 繼續嘗試 然後關於偏見 那精神科醫師 我們的 EQ都是超高的 罵不還口是基本素養 即使我們在這個訓練 還有入行的這個過程 一路受到傳統大科的欺壓 野餘還有霸凌 但是我們都存活下來 遇到對方的質疑 還有這個批評的話 第一時間是先不要否認 就是 然後想辦法 就是澄清這個事實 就進一步探尋 千萬不要跟病人爭辯起來 因為每一個上門的這個病人個案 都是我們的醫師父母 取得在取得這個病人的信任之後 然後慢慢的 不是用命令的方式 而是用一起做這個疫病決定 就是share decision making的方式 然後跟他討論他這個藥 該怎麼用 然後強調如果回去 效果不如預期 也不要灰心 你一定要回診 我們在討論怎麼改藥 那如果他質疑你收費太貴了 第一句話還是要做檢討 是喔 真的嗎這樣子 那你覺得如果去比較澄清 有的時候他不是 他在意的不是錢 而是你在其他方面 有不如意的 他覺得你服務不夠周到的地方 如果澄清到最後 真的就是錢的因素的話 那寧可就是把錢推給他 然後助記一下說 這個病人有這個情形 下次要小心一點 那可能你開藥的時候就會斟酌 不要開給他 太好的藥 對 你知道嗎 對 不知道 就因為藥品有部分負擔 藥品部分負擔 有的時候病人會計價那幾百塊錢 但是你質疑這麼多年 有沒有跟客戶有吵架過 生氣過 我從來沒有過 絕對不可能發生 對 到時我的 在入行的時候 我聽過那個時代 三十多年前的前輩 曾經有人受到病的挑釁 受不了 就醫師傅一拖 找人單挑 變高級 所以身心客的EQ很高 對啊 因為很容易碰到惹火你的 而且他們每天遇到 可能都是比較負面的人 他很有情緒的人 對 我們精神科醫師也是人 很難避免會有情緒的問題 對 那其實坦白說 這竟然發生在我一個 其實相當愉快的治療經驗裡面 不愉快的插曲 那那位個案是個十九歲的女大學生 不但非常聰明之外 而且其實他也很有動機 很有病逝感 然後再加上他其實配合度也非常的好 其實照理說 這會是一段非常好的治療經驗 BUT 就是那個BUT 對 當他 當不久之後 他的媽媽打電話過來 而且還戰線戰了很久 劈頭就罵說 你為什麼要說我女兒有病 你必須要告訴他說 你就是沒病 也不要再吃藥了 我當時想說 以我的專業來講 那女生來看恐慌症 那她的症狀 以及是我問診到的 其實就是恐慌症 那而且後來其實她在治療上面 反應非常好 那可是當時那媽媽那樣電話 其實坦白說我當時真的是有點不太開心 尤其媽媽就覺得說 你們精神科醫師只是一張嘴亂講話 然後騙患者吃藥而已 那你們只是為了要賺錢 其實這句話其實對我來說 是真的還滿傷心的 誰不需要賺錢 難道你不需要賺錢嗎 對啊 對不對 可是當時我才剛開業 年少氣盛 結果我後來做一件事情 其實因為我是有點後悔 因為到他好之前 我跟你講我就是不收費 一直等到你好了之後 再收健保的費用就好了 全部累積起來再一次算給我 對 那當然其實 那時候在跟一些同業分享 那個經歷的時候 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那這樣個案就放生算了 反正他一個那麼好的人 別的醫師一定也會好好照顧他 也不見得一定要你王醫師來 只是我還是覺得說 既然都已經開始治療了 而且治療還不錯 那應該我有這個責任 要把整個療程給完成 不過後來 因為我整個醫師做這樣的宣言之後 那個女孩子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雖然他說服他媽媽 也可以繼續過來看了 後來最後是他自己 就很不好意思再來了 對 治療療程沒有結束 可是他媽媽質疑是為什麼 你有一個要 應該看他女兒那麼開心 應該是要感謝醫師的 可是他就覺得說 他女兒不應該被認定 有精神科方面的疾病 雖然我們精神科是分為 一種是所謂的 叫Psychosis 精神疾病 像譬如說思覺失調症 以前叫精神分裂症 或者是說像那個造狂 Mania 就是雙極的造症 那另外還有一種叫Neurosis 是以情緒為主的 憂鬱 焦慮 恐慌 強迫 創傷等等之類的 而且他們觀眾都不知道 去看身心科的人 一旦是成立的時候 他是不能保險 是 有些保險公司是說要求 結案之後可能要三年或五年 當下是不行的 那按照財政部的規定 他有針對所謂精神病 保險公司可以拒絕投保 但是其他的比如說 像可能精神官能症 他有可能是可以提升他的保費 但是基本上面 其實上面是不能聚保 但是目前確實有一些保險公司 他可能做法就我們會 我覺得我要替病人的權益做一生 他們好像看過身心科以後 然後因為保險公司可以去看 去看健保紀錄 然後有的人就因為這樣子就說 你不能保險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 因為以前聽律師在講 你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以後就不能保險 沒關係 去保險公司抗議 丟雞蛋也不會有罪 你要不要看心理的事 我住心裡長期在洋院長那邊 互看 吃藥加上諮詢很貴 貴髒髒 然後還要忍受醫生的痠癌痠癒 一開始我不知道自己的憂鬱症 其實我憂鬱症大概五六年了 到現在還是持續的 然後一開始是 完全都睡不著 睡不著會心情很... 很郁悶 就是跟你像你說的 就是從地獄一直往下降那種感覺 是你沒辦法抽離那個情緒 然後那時候我又忽然爆瘦 一個月內 也不想吃東西 我是正常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自己也不知道 有沒有吃東西 就是忽然就是瘦很多 可是你外的環境 有沒有因為失戀 或者是說 有的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就是遇到這些問題 我可能自己沒有辦法去承受 所以那時候忽然變成那麼大 然後醫生看 一些家人開始以為是 你得了什麼疾病 所以才有狂瘦 所以先去看家醫科 然後家醫科看完去做抽血 各項檢查都是正常的 然後他就建議我說 要不要去做一些 然後諮詢之後 才去確診是憂鬱症 那時候醫生開給我藥 就大概 對 九顆 一天九顆 分三餐還是一餐 一餐就晚上就要吃到九顆 吃那麼多藥還睡不著 後來又換了自肺藥 那個自肺藥是讓你可以 比較好入睡的 沒有換醫生 沒有換醫生 因為我其實 來看到這麼多醫生 其實我有一點害怕 因為我還滿怕面對醫生的 對 那妳會怕面對觀眾嗎 觀眾不會 但是對於醫生我就會害怕 奇怪了 妳不怕 妳不怕觀眾妳會怕醫生喔 對 就是我 那時候我還有一陣子 大概兩年 沒辦法去自己親自去看醫生 然後就一直拿藥 一直拿藥 改藥之後呢 有比較好一點了 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有比較敢去面對 因為經過那麼多年 然後加上因為醫生覺得 我這個崩潰的狀況不太好 所以介紹我去 一定要去做心理諮詢 對 看一個小時要快四千多耶 四千多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很便宜啊 然後一個禮拜要 很便宜嗎 我覺得很貴 等一下我來問醫生的關係 妳覺得四千塊很貴 對 而且要一個禮拜看一次 要持續看 要嗎 要要算多少錢 要的話 就是拿一次要自費 我有點忘記 好像就是 因為都是家人幫我拿的 還滿貴的 這也是上千塊 而且那個醫生喔 剛進去的時候他看我 然後我看他 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然後他就說 好 你說吧 然後我就鼓起勇氣 啪啪啪啪啪 又崩潰了一次 然後他就說 然後呢 你現在面對這經濟 你會有什麼改變嗎 然後如果不是這個狀況的話 你覺得會有什麼改變嗎 一個小時這些諮詢裡面 他都是用這兩句話打發我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你覺得會有改變嗎 然後這樣 然後他說好 那你繼續說 然後我就是想不通我才來找你 我就是得到解答我才來找你 而不是你一直問我說 然後呢 愛理不理的那種狀態來打發我 我就覺得很不受尊重 然後就覺得說 你好像就是 無病身癮的那種感覺 是 對 就覺得很 被羞辱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家人更好笑 我家人覺得 我這樣的狀態是 就是一直帶我去各地的廟 公廟 公廟啊 去找通靈師傅 長輩好像會有的狀況 你這個是被卡到 卡到陰啊 你是什麼冤心載毒 是殘忍的 然後說每天就是要 然後弄一個符 睡覺起來 然後弄一個符壓在我的胸口這樣子 每天 現在持續還是這樣子 你看如果我很抗拒 公廟收費也很貴啊 對 公廟也很貴 那個黎醫師 如果大家來看你 可能病會更重 你都怪 他都不收錢 給王院的 好啦 我想問黎醫師 如果真的這個病人來看你 你會怎麼樣被動 因為聽起來他還是沒告訴我們 他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創傷或壓力重 或情形壓力 聽起來像情傷 情傷 情傷就是卡在情債 就是兩眼 對啊 所以他也不會理他 就用這種方式 會啦 通常他還不錯 那醫師還會問你問題 像我們一個小時五十分鐘是 一萬五千左右的話 我大概想三句話 歡迎 然後注意很 注意聆聽嘛 我們學這個孔院長 我們注意聆聽嘛 對 然後聆聽完 就中間就 嗯嗯嗯 了解了解了解 因為第一次嘛 第一次嘛 對 那我第三句話就是說 記得要付錢 然後 謝謝你 OK 我大概就講這三句話 對啊 你為什麼要在節目中 毀掉你自己的口 謝謝 我跟律師講說 我們每一集一樣 觀眾做的一個視訊 就看了身心科 是這樣子 誰感覺 還講一萬五倍 你這樣 那我現在不問你 好 楊醫師 你會怎麼 你會怎麼對待你的這個病人 男影 其實因為他剛剛提到 酸言酸語 我自己也可以體會 因為我舉兩個案例 給大家聽 我的第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個案呢 他來找我 然後他的狀況其實 就是有那種情緒障礙 廣泛性的焦慮症 那他作息不正常 那我跟他說我們 你也不一定要吃很多的藥 你可以有一些非藥物處方 那我們記錄幾個大原則 身心健康就是要 能睡 能吃 能動 能笑 然後你能不能掌握黃金睡眠時間 晚上11點到早上6點 然後白天去運動 運動333 一個禮拜至少三次 一次至少30分鐘 然後讓這個中度有氧運動 讓心跳跳到一分鐘 130下出出汗 然後每一天攝取什麼東西 結果沒想到那個 跟我們的個案呢 聽了我講話 他說配啦 你講這些話 跟這放屁話 或是這個話 比較會對那個減肥醫師 你少吃不能吃宵夜 那個不能吃什麼肉 冰淇淋不能吃冷 不能喝 我如果這樣子我來看你幹嘛 不是 我就很客觀 我有拿科學的儀器 來專門測剛剛大家在講那個 就是說 子律神經還有心臟變異率的儀器 幫他做測量 結果他的心臟變異率彈性 他才來 還不到50歲 他心臟變異率已經老化到80歲 所以他要聽進去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 從生理心理環境 來一起努力 我開藥給你吃 然後你做好這一些 我們都一同努力 一同改善 結果這個個案真的有 就慢慢聽進去了 他就覺得我們講的是真心話 而不是那種讓他認為所謂的酸鹽酸鹽 這個指數後來再測 這反而比原來實際年齡還年輕 可是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不願面對醫生的 我舉第二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 有一個媽媽帶一個小孩來看診 那他來看診的時候 然後是他先主動下診斷 說這個小孩子 其實應該是有過動症 因為我教他他的功課 練習作業都沒辦法專心 然後我說老師有沒有 建議你看醫生 他說沒有 我說有任何人 還有去反應 還有注意確診過動症 沒有 我說那我們要來做一下評估 然後我們也拿那種科學測驗測 他也還好 結果沒想到媽媽是堅持說有 一定要開藥給他吃 進一步跟他瞭解 媽媽她自己 很有比較主觀意見的 她聽不盡別人意見的 然後她 她人只有兩隻手 她恨不得自己有八隻手 關心十件事 所謂俗稱的 那這一件事情 我們一開始跟她溝通說 其實我們不用特別去吃藥 應該要去 所以你們不妨可以跟她 有很多親子互動時間 提升她注意力能力 那一開始媽媽很生氣 不爽 不聽我們講 就帶小孩子回去了 那差不多兩個月之後 她又帶她回來了 她說其實後來她回去想想 然後周遭人在跟她反應 還真的覺得 這可能不是小孩有病 是她有病要看 結果她就來接受 我們做一些諮商輔導 然後休養一下她的調整 她的性格 然後到慢慢你跟她 建立醫病關係 她可以接受來改善 我是身心科量表 超奇怪 居然問我是不是火星人 有這種事嗎 對 我在做這個行業 大概十幾 快十五年了 然後到現在為止 我的工作還是一樣 有一搭沒一搭的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會壓力很大 去面對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 我有沒有明天有沒有未來 這樣子 那我看身心科 就是精神科 我已經看了十幾年了 那我記得有幾年 我是非常嚴重 因為那時候 剛拍完一個偶像劇 終於三國 那其實口碑 其實在那個年代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拍完之後 我們想說我們牆編樂團可以發行 第三張專輯 可是一直發不出來 那我們一直發不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憂鬱 很躁鬱 專輯做好了發那邊 沒有人要發 所以心裡面有很多 那時候我記得住在那種 頂樓家蓋 要不要直接 不要蓋直接下去就算了 其實心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很大 那時候因為家人的關係 跟朋友的關係 也是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精神科 甚至於說 看有沒有方式去幫助我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去接觸 那時候有吃很多 比如說安眠藥 失眠是最重要 失眠是最痛苦的 再來是調節我的身心 然後後來有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吃這些藥又沒有用 你也不能睡 有的時候我還是睡不著 然後可能隔一天我想說 那我不要吃了 我繼續喝酒 然後開始就有 對 那但是還是 中間還是有人會抓我去看醫生 就不行不行 你這樣不行 媽媽或者是朋友還是帶我去看 那慢慢的慢慢的 可能工作上有找到一些工作 比如說拍八點檔 也許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可能自己心情調適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其中還是壓力很大 但是醫生就會覺得說 還是你去做一個那個 身心的量表 我們評估一下你的狀況怎麼樣 如果你的評估狀況很高的話 那你要住院 你要住院做長期的治療 不然這樣受不了 搞不好哪一天你真的想不開 這樣救不回來 那我那時候其實被測出來 其實是猶豫症 加兆育症大概 對 那時候我就開始寫這個量表 第一個可能會寫一個題目是 你快樂嗎 非常快樂 不快樂 你快樂嗎 很快樂之類的 你就要寫這些 我非常不快樂 這樣 第二個 你有想不開的念頭嗎 非常想 有點想之類的 第三個 你是火星人嗎 蛤 蛤 我是火星人 我不是 我不是啊 是 容易發火的心情 對 對對對 問我是不是你覺得你旁邊有人嗎 有這種題目 唉呦 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問我這些會問題 幻覺阿… 對… 後來因為家庭的關係 那我現在 et辯到 自己家庭的生活 因為我小朋友剛出生 對 我在信文 vendo啦 好像夫妻 institutional 结婚之后变比较开朗一点 对 有小朋友吗 应该是说有重心的感觉 我有个太太 我要帮她 那我自己就要壮起来 那小朋友出生又开始觉得说 我自己要有责任感 也需要 对 但是我有的时候 又有的时候又有点复发 我记得我前几天去 因为现在就坐月子 我去月子中心 就是那个看那个婴儿 在那边看那个 monitor 看一看一看 然后好 那没事我要回房间了 在那电梯就哭了这样 就哭 但是我的心里面哭是 第一个是感动 第二个是责任 我以后要给这个小孩子 好的将来之类的 就是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到现在 我还是固定去看身心科 你看他遵从医嘱 而且连吃药也是能够听医嘱 然后来配合 那自己又愿意改变 所以我们刚才有强调 你看你从药物来去调理生理 那你自己生活上面周遭 你也去找资源 然后结婚 有目标 这样就会朝良性循环发展 是 我在讲的意思说 台湾的演艺缺 大家要喜欢 其实我手上很多的艺人 也是不知道 他来上班只是 他来录影的录影 平常私下他去拆铁皮屋 在工地当工 在网路卖水果 他在热爱这个工作 一旦有他就来过 我周遭太多 因为台湾就是这种环境 没错 那你觉得你会有这种 还有一些有钱的艺人 会比你更疯狂 为什么 突然断掉那个生计了 所以对环境要能豁然 这个要释怀 我觉得他的经验很棒 也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 就是其实人的心情 真的像股票要高高低低 不会一直滴下去 那有合适的治疗的话 确实是会改善 而且您的医师很棒 就在好的时候 OK的时候可以把药剪下来 这是对的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这边可以解释一下 您刚刚说那个量表的问题 对啊 那我们什么火星人 对啊 是信赖度的 对对对 怕你乱打 有的人不看题目 直接乱打勾之后 有事实 对 就保护 像我们现在疫情 都会问问卷嘛 说你有没有出入过疫区啊 有没有被隔离 有没有发烧 我们省市的全部都勾无嘛 中间插一题说 你有没有每天吃饭 你也勾无 我知道 这个这份量 没有在看 硬度 对耶 有没有问题 你有没有中 你有中乐透油 因为我的诊所都是在竹科的 出入口附近 就很多竹科人来看着 那有一位先生 大概四十多岁 他是雅思 大家知道什么 雅思伯格 雅思伯格 其实脑袋很聪明 但是EQ很差 我教大家怎么分辨 就是看这个部位 眼睛眉毛 就是雅思的朋友们 这方面的表情比较少 就这边 或者表情比较僵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严肃 随时都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很严肃的表情 或者随时都保持一个 很惊讶的表情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景象 我那时候还看 一边看电影 一边学里面的人 怎么动眉毛 怎么动鼻子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 对 我以前 我看我以前的照片 影片是没有 这边都是 没有什么表情的 所以他在公司里面 他能力很好 可是在公司里面格格不入 比如说雅思朋友 有的时候 感官特别敏锐 所以他听到那个冷气 轰隆隆的声音 他就受不了 就自顾自的把他关掉 那同事就要抓狂了 YES 然后还有个特质 就是见数不见零 比如说主管交代三件事情 其中是一个 是最重要最紧急的 他看到第三期 那是我有兴趣的 就闷着头开始做 做了好几个礼拜 紧急的事情就忘掉了 然后还有就是很在意公平 因为雅思的朋友 会以自己的逻辑去看世界 他不会以世界逻辑来看世界 所以就觉得 为什么我年资比较高 为什么我奖金比较少 就抓狂 就一直去申诉 他变成一个头痛的人物 那主管跟同事 其实是关心他的 所以就会去找资料 发现好像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建议他去就医 你叫我去看医生 他等个大抓狂 你说我有病 我还说你们才有病 那没办法 就请人资出来仲裁 那人资也没办法 就说那你去找医生 开一个心理健康证明 所以他就来 那也是一样 他叫我开一个 直接一出来就叫我开一个 我没有病的证明 那对我们来讲非常为难 所以我们就先建立关系 比如说他喜欢铁人三项 我说我也喜欢游泳 我去永度哪里 我们就聊起来了 然后最后我跟他讲一个概念 你脑筋很聪明 可是你EQ比较差 你人情事故比较差 所以你像是一个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弱点就是人情事故差 所以如果你把人情事故 再增强上来 你就无敌了 你就无敌了 所以他后来才能够接受说 有诊断 有诊断代表 我们知道改善的方向在哪里 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 所以慢慢接受一些资商 整个就大幅改变了 马医师像你这样讲 其实存在社会上 他其实是亚世伯国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亚世伯国 很多 很多 那这种是不是看身心科 就可以鉴定识别他是 对 现在很多文明病 也有的人不知道自己 如果能更加了解自己 是应该去看身心科 我觉得人当然会生病什么 比如说车祸手段小段烫伤 或者癌症什么病痛 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中心思想是这颗心 跟我们的脑袋 如果你全身都好好 你这里生病 你等于中枢都坏掉 对 那很糟糕 一念之间 对不对 你动善念还恶念 这个我觉得身心是 我做了这么多久 我觉得身心科是最重要的这一科 身心科医生竟然跟我说 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我本身是一个乐天派的人 就是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然后三年前经历了分手 再来因为生活上很多种种的压力 然后导致我突然间发现 我自己情绪常常都很低落 然后开心不起来 就是跟蓝宁一样 也是吃不好 吃不好 我在一个月之内 从 听这个公斤数 如果瘦到我身上是没啥 但是对他这么瘦的人 已经是瘦到 等于三分之一 对 所以我那时候很难过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觉得 我变得很奇怪 因为我不会想要跟他们 接触每天看到我可能就 有时候会 突然间生气 那时候朋友就有建议我说 我觉得你是不是 应该要去看个医生 我那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看 所以我就去了医院 然后挂了也是家医科 家医科也是帮我转精神科 结果精神科医师 直接跟我讲说 你看结束很乐观 你吃药就会好了 然后你想开一点就好了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再也不想去看医生 就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是浑浑噩噩的 有上班吗 有 我有在工作 我那时候是 那你工作不会转移到你的这种心情吗 会 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我算是半工半读 然后又失联 所以压力很大 可是上班的时候 还是要笑笑对大家 因为我是做服务业的 所以长久下来 其实快要忍不住了 连在上班的时候 不小心跟客人对个话 就哭下来了 对 然后客人就说 客人也吓死了 对 客人就说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就说 没事 没事 眼睛有点干 然后我就可能 一点点多 哪有点的一样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后来 我后来就离职了 然后也休学 想说在家休息 但一年之后 我觉得这情况没有改善 因为我那时候 已经开始做一些 会伤害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 自残 对 比如说可能在手上 花一些伤痕 或者是我真的拿过香烟 烫自己的脸 然后把头发剪掉 就是那时候 只是真的很严重的 那很严重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 鼓起勇气 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查 评价比较好的 口碑比较好的 医生比较温柔的 然后去看了这样 他就一点一点听我说 然后他有跟我说 他会先开药给我吃 然后如果不舒服 可以跟他讲没有关系 然后最主要是 他给我一些 他觉得光靠药物 其实不行 药物可以帮我 可能睡得稍微好一点 然后食欲也可以 比较正常 那主要他说 还是其他另外一部分 还是要靠我自己 去调试 对 去调试 他就说我可以写日记 对 就是把开心的东西 都记下来 那之后心情不好 我就去做 那心情不好的事情 也要记下来 尽量就是避免他愿意 他这段时间都不要碰 然后不想做就不要做没有关系 等到自己比较舒服一点 再回去就好 那我也刚好很幸运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就遇到了我的男朋友 哎呀 听讲没错嘛 对 生活东西 最好是要找到重心 就是要让他怀孕 跟他男朋友忧郁着 就是我觉得我男朋友真的对我很好 他很耐心 他不会觉得我生这个病 好像就是 他不会把我妖魔化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听到 这几遍就会害怕 对 会怕交到这种女朋友 会不会以后怎样 对 所以我一开始不敢交友 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人家不能理解 那遇到他 他就会带着我 可能没事就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 然后对 带我进定期回诊 晒太阳很重要 对 定期回诊之后 我发现我慢慢的都在步调上 是 然后现在就都很稳定 由于的 由于在那一阵子 我本来的 加准体重是 72 70左右 那时候有 那一阵子真的就是 不想吃东西 就是会在家里 就是躺着 不想做事情 然后也觉得人生没目标 没希望 然后吃东西都觉得 我懒 我吃干嘛 我吃了很浪费之类的 就是很多不好的情绪 就是覆念的情绪 对 不过四个人能在那边讲 想必都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不然忧郁症的人 怎么会肯站在那边 人家讲这些事情 对 对 他就忧郁的 出来都很难 又有一个现象 我自己印象也蛮深的 像我自己有忧郁这件事情 其实事情蛮大条的 我不敢跟我爸妈讲 因为我怕他们担心 又跟我讲 像类似讲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是不开心 不开心就是你想太多 那如果是这样子面对的话 我不敢再跟你讲了 因为我只是会更难过 家人是重要的 家人陪伴 是非常重要 理解 对不对 理解跟鼓励 这个是很重要 对 那其实我这边 要就是跟大家证实一下 就是身心科的部分 就是其实真的不是只有开药 那其实身心科我们 其实我觉得治疗范围很广 我们是从生理 心理 跟社会去评估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说 他有没有就是因为生病的状况 比如说 假装性抗净造成情绪的不稳 然后或者说 他会不会是现在遇到一些失恋 分手的事情 或是潜在的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 他的就是 整体环境怎么样 有没有改变 我们其实出诊 身心科出诊 大概都是会30分钟到40分钟 因为会很全面性的去评估一个人 对 那其实我们的治疗 也真的是不只有药物 我们还有一些心理治疗 还有一些生活的处方前 对 那其实我这边就是有遇到一个个案 它是 其实跟我诊所很多都是 也是 它不是到就是psychosis 就是一般的官能症 比如说焦虑 恐慌 然后失恋了很多 那我这边就遇到一个28岁的女生 来其实希望说可以 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个药物 可以让她就是忘记痛苦 忘记她的前男友 对 然後她就说 她做了每件事都一直想到 她前男友跟她的一些相处的时光 对 然后后来就一个月前被甩了 所以她导致她完全没办法上班 然后也没办法工作 然后整天就是待在床上 然后就觉得身无可恋 然后后来她是就是被家人 就是拖着来的 那来之后我们就她就说 有没有一个药可以就像那个 NIB心肌战警一样 就是像那闪光一下 就把所有前男友的记忆都全部忘记 对 她说她想要吃那个药 我说我们可能有吃了可以记得比较好 但是没有那个吃了可以忘记的药 对 但是有一些就是药物 可以让你说比如说你觉得心记 或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会比较舒服一点 还有睡眠睡好一点 那这样子如果你情绪比较稳定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心理治疗 可能会就是帮助你走出来 让你更 比如说因为可能面对关系 有些可能是对自己的没自信 或是那个结果不去 那我们可以就 那其实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在药物辅助下 睡得好之后 她觉得开始突然可以想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可以去思考说 其实自己的世界 不是只有她前男友 还有其他的人 是值得她去关心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好 我们很少说这样心理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别忘了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